台湾的美食世界文明 从宴席料理到各式小吃 吃这件事情对台湾人而言 已经不单纯只是填饱肚子 而是一种生活艺术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观众介绍的 是越来越热门的素食料理 最近几年素食已经从依附宗教 到现在的追求精致养生 走出自己的路线 那我们尽量当令食材 然后不破坏食材的一个原貌 来去呈现 台湾的主题 我们现在就是以虚式跟中式的 结合白色料理一种浪漫的感觉 呈现给大家 事实上不管是荤食还是素食 要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 必要的功夫一点都省略不得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中式点心的艺术画 将它做成一个粽子 首先我们这边的材料就是 有这个橙粉 那还有芥兰菜 那这个是朴瓜丝 那还有这个红橘饭 糯米饭 我们已经将芥兰菜打成汁 然后跟橙粉合在一起 然后已经做成一个面团 那现在在由这个面团呢 做成我们种植所需要荷叶的一个形状 这样子 所以这个刀要非常有用 对 它要切由这个纹路 但是不能切断 它切的这个过程 大概只有这个面皮的一半 我的理念就是说 江中式点心艺术画 跟艺术养生健康 是结合在一起的 创造出这种精致料理的梦想家 那就是他 餐厅的创始人陈建智 谈到与素食的姻缘 陈建智提到过往的一个故事 我爸爸那个开脾肪很快 很胖 然后把他摘下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产业道路的松洞 然后车变过 插在股杂 上去高养便衣 高养便衣时 那个便衣就要给他授 因为他在无效 就在当时有人告诉 陈建智的奶奶 你只要发愿吃素 可消业障 结果说也神奇 十几天以后 伤口慢慢愈合 竟然好起来了 从此 陈建智董事长 便与素食 结下不解之缘 不过对他来说 好的料理 可不只是味道而已 每一位客人 他不是要吃而已 这个叫视觉嘛 看得很漂亮的书都要听觉 吃的东西产生味觉才有感觉 那我希望的东西的话 就是希望把人文跟餐文 集合在一起 对陈建智来说 料理是一种艺术 而实践这种艺术的不二法门 就是一颗恭敬的心 把每个客人当成一生一次般珍惜 必须我遇到很多事情 不好就改进 好了就保持 就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欣赴 把每一个客人的话 当作自己的什么 爸爸 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亲人 一定不要让他什么 有所失望 因为重视每一个客人 所以在最细节的地方也用心 就连一般人印象中 脏乱的厕所也仿佛皇宫 而餐厅壁上挂满的名家画作 让用餐成为一场人文饗宴 欢迎你上课 客客宾送上的是厨箱刺宝 这道料理是用多种高纤蔬菜 及有机根筋类所制作而成 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 那小心它 请慢用 我觉得在这边用餐的服务 是不是非常尊重 第一个进来就感觉 它的这个布置装潢 这个进来气氛非常的好 我们在这里是吃到食物 所谓的食物就是取材最天然的 然后对我们身体最轻松 最健康的需求 对于成建制而言 素食料理并不仅仅是食物而已 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人生的体验 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 这里的料理吃起来 甚至会让人感动 我到全世界各地的地方 游历的那些多个国家 我都可以大言不惨 而且很开心地跟人家说 台湾有一家全世界最好的 做食材店 因为把客人当贵人 把他当东手机 在服务 让他感动 那一生之中不在话长久 而是在贡献 点价 希望来到遇上的人 撒那化油门 而且很感动 用一颗恭敬而真诚的心 以善与爱 对待每一个客人 做出来的料理 不但有甘醇的口味 更有俊勇的人生 这是成建制 这是他的料理人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